懷疑因為醫療事故 變成植物人接近4年的女童周天余 上個月10日離世 還年8歲 她的家人星期六 在鑽石山殯儀館2樓的慈愛堂舉行喪禮 並在下午5時到晚上8時半 設有公眾吊宴時段 在下午大約5時半 有20多個市民到場 有家長帶小朋友出席 立法會議員容海恩也有到場 剛剛見到很多公眾人士 大部分的我都是不認識的 大家都掃眉盲緣 我都覺得很感動 其實我以前探天員的時候 每次都會跟她說家裡的近況 我剛才都有跟她說到 我自己身體的情況是怎樣 告訴你爸爸好起來了 還有告訴你爸爸會永遠都掛著他 我告訴你我們第一天會在天堂再見 被問到會不會關閉Facebook關注了 她說會繼續營運 我相信是會一直營運下去 直至到我可以幫天堂拿回公道為止 今天到這一刻為止 我都未收到過醫管局 或者瑪麗醫院的任何消息 或是慰文、花牌 那些都完全都是沒有的 我相信我好或者市民大眾都好 他們是有權知道 這件事情上到底你們做錯了些什麼 到底他們是誰人犯了錯誤 周天瑜會在星期日早上9點出殯 送到哥連神閣火葬牆火化 大家可能見到 necesit 我相信你閳神閣火謇 是很闡滅的